在上一期《人人有机用正传》节目中,我向大家展示了如何用区区1000元,装一台畅王2K的游戏电脑,虽然反响非常强烈,仅仅3天播放量就破了60万,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小伙伴表示,这羊拉机加载板加矿卡的组合看着着实让人害怕,既不敢入手也不知道从何入手,那行,刚好前段时间又处理掉了一些功德向你用处不大的配件,共折现1479元。 本期节目就将用这笔钱装一台全新的电脑送给大家,并且除了内存开XMP以外也不会涉及任何超频、魔改等额外操作,完全小白象,让我们看看这样一台1500块不到且完全不折腾的全新配置是个什么水平,到底是凑合能玩还是啥也不是,大家好,我是登登登登,首先我们来挑选CPU,这全新CPU很多,但是价格便宜且性能够用的却很少。 英特尔这边一颗i3-1200F就得500多,就算只给它配个H610载板,板油一套的价格也要小900,指望用剩下的600块买其机箱、电源、显卡内存等其他配件,明显不太现实。 既然英特尔不行,我们再来看看AMD,隆起这边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原来侧过的四核八线程的R34100,目前盒装售价300块左右,六有涨价,还有一个是6核12线程的R54500,目前盒装售价350元左右,虽然本期节目预算吃紧,我还是选择了贵50的R54500, 一是因为4100我原来详细测过,确实比较拉胯,其次4500对比4100,这贵出来的50块能多买两个核心四个线程,再加上翻倍的3G缓存以及0.1G的最大锐频,还是非常划算的。 这老AMD正浓自奇的盒装CPU的橙色就不多说了,嘎嘎心,这盒里还送咱们一个全新散热器,虽然不咋地,但是4500不超频也就65瓦,勉强也能压一压,这也是我买盒装不买散片的原因,买散片确实便宜10块,但省下的这10块还真不一定能买到一个凑合能用的全新散热器。 至于给它搭配的主板,看起来好像选择很多,比如华兰的A320D4,今月的A520M-H,甚至昂达的B450S系列以及A520VH系列,都是价格在300元以下且支持4000系锐龙的全新主板,不过这些板子吧,其实都对小白用户不怎么友好,由于他们的BIOS都是AMD公版BIOS换皮的产物,先不说这蓝天白云的复古界面小白看不看得懂,最重要的是这些板子全部都不支持一键XMP,你如果想让你买的内存在标顺的电压和时序下跑上它应有的频率, 那么就得经历非常复杂且繁琐的设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内存时序设置需16进制转时进制,电压设置需根据公式额外换算等离谱流程,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我6月12号发的今月B50i视频中内存设置的相关内容,以上这些对于我这种闲得蛋疼,没事喜欢下研究的UP组来说当然不是问题,但是本期节目主要还是面向预算不高且胆子比较小的小白观众,所以以上这些不支持一键开启内存XMP的主板都不在本期节目的选择范围之内,当然,如果你可以接受你买的 3200内存只能跑个24002666什么的,或者觉得自己可以对着我之前的视频完成相关设置,那么以上这些主板也不是不能用,这个就看各位自己的选择了 最终我是花309买了这款明轩B450M挑战者,在我印象里它就是最便宜的支持一键XMP的全新AM4主板,如果还有更便宜的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 不过这块板子虽然说支持一键XMP不算纯答辩,但实际使用中却还是充满着异味,比如我这两条光威3200C16内存,板子能正确识别XMP信息,也的确能开启XMP 但是进系统一看,内存时序却不是C16而是C18,后面我又试了好几根别的条子,都一个B样 你C14的条子它就给你跑C16,C16的条子它就给你跑C18 反正持续第一个值固定给你加2,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干脆以后也别叫挑战者了,改名叛逆者算了 只能说这板子的XMP功能对比其他低价全新AM4主板确实做到了从无到有 不过其实际使用体验还有一定进步空间,反正能用,但又不完全能用,那到底能不能用呢,我的评价是如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块主板的供电,对一个盖板来说,接口少一点,网卡圣卡差一点什么的,其实还能接受 只要供电能跑满CPU那就算成功 这块板子的PWM芯片是金月B50i的同款RT8878B,最大支持4加2项供电,而这板子是3加2项 应该只有这三项是直接给核心供电的,且MOS部分也没有任何散热装甲 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感觉并不是狠行,但是实践才能出真知,我们直接开烤 首先是默认状态,在室温27.7度开放式环境下单烤FPU CPU功耗不到60W,频率稳定在全核3.8G左右 30分钟后没有出现降频、死机等情况,供电部分最高温也仅有55度左右 默频顶住了我们再开启PBO试试,PBO设置在高级菜单下的AMD Overclocking里 小白直接把自动改为开启即可 此时在相同场景下再次烤接半小时 CPU功耗增加到了80W,频率稳定在全核4G,同样没有出现降频死机等情况 而且供电部分最高温不到70度,完全可以接受 不过这原装散热器就有点顶不住了,CPU温度直接来到了90度 开放式环境下都这样,那装机箱里肯定会更热 当然,如果只是用它来打游戏的话,CPU负载并不会这么高,温度也一样 可以说这块主板和原装散热器搭配R5 4500这个U基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最后再说一下CPU超频,毕竟前面的测试已经证明这块主板的供电虽然盖 但是最少也能安全提供80W左右的功耗 也就是说用它带个5500小超一下也不是不行 但是这块主板的超频功能并不像这个界面上展示的这么简洁好用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设置的全核频率超过单核锐频4.2G 比如把它设置成全核4.3G,不管电压给到多少,进系统都不会生效 甚至大部分核心比默认状态下的频率更低 就算是设置成1.35V下全核锁出的锐频4.2G 进系统后虽然看起来超频好像生效了 但是打开RiseMaster就会发现功耗墙仍然是65W 只要负载上去,马上就会撞墙导致频率下跌 要知道一般情况下AMD主板只要你进行了超频 不管是定频定压还是PBO都会自动帮你解锁功耗墙 但是这块主板明面上的CPU超频功能 也就是现在屏幕里这个界面 貌似只是把电压设置和频率设置摆了个样子出来 而里面跟深层次的功能并没有进行关联 那想正常超频CPU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还是老地方,高级菜单下的AMD Overclocking里 第一项就是真正的CPU超频 我们设置1.38V超全核4.3G 电压输入1380就是1.38V CPU频率输入4300就是4.3G 在不进行别的额外操作的前提下 再次进系统就能发现 4.3G的频率成功生效 并且功耗墙也自动解锁 CPU考期时不会因为功耗撞强而导致降频 这才算真正完成了超频设置 当然,以上这些超频方面的内容 只是为了证明这块主板的供电 不会给CPU拖后腿 我们后面的所有测试 还是会在更贴近小白常用的默频设置下进行 你如果什么都不懂 默频直接用就可以达到视频里所呈现的性能 你如果愿意折腾一下 我也给出了这块主板的安全功耗范围 以及一些折腾心得 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小帮助 版U搞定后我们再来看内存 本来我是准备花134 买两根全新周频DDR4 328G的 但是到手一看它这个P10序 牛逼C22 装在我这块明轩叛逆者上得超级加倍成24 延迟肯定上天 果断选择退货 价钱花195买的两根金马达银爵 DDR4 368G组双动到16G 一次点亮并且成功开启XMP 读写性能都非常不错 就是这C18的时序被主板超级加倍到C20后 延迟稍微有点难看 因为本期节目主要是看这一套配置默认状态下的表现 所以我就不额外折腾了 硬盘也是老朋友 细硕的512G M.2固态 虽然是个杂牌 但是512G的价格只要122 且质保三年 买来装装游戏也不是不行 电源用的是166的全新微星A500DN 额定500瓦白牌 双路正12部输出合计456瓦 据说这玩意是七喜电子代工的 就是生产大水流电源的那个公司 牌子是正经牌子 代工厂是正经代工厂 虽然和乔威代工的同牌A550BN 以及A650BN有一定差距 不过在这个价位段也算可以了 当个400瓦电源用应该也没啥问题 机箱买的是之前用过的酷威克V1 这个白色加USB3.0的版本 目前拼得多卖51块9 基本等于加那个USB3.0的P6白化版 质量方面不要抱有太高期待 就是个白色铁包皮 但用肯定是能用 视频进行到这里 扣除前面花掉的 我们只剩下286块4毛5 来购买一张全新显卡 这个预算下不说选择很多吧 只能说完全没得选 除了一些债卡厂商翻新的RX580以外 好像也确实买不到什么性能够用 还在正经赐宝的显卡了 本来想选老牌在场卡诺基的 但是之前被他的梦幻无热管 所公号580搞出了点阴影 再加上逛拼多多看到别的厂牌名字 实在太过于抢眼 所以这次就没选他 目前这些个逼搞债卡翻新的牌子 取名可谓是白鬼夜行 有碰瓷汉迅和迅锦的汉锦 有暗影双生的新锐和瑞新 有表示星期天很美的新奇美 还有一看就是70后老板一拍屁股蛋 想出来的新顶峰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高点的进军PC行业了 不过要我说最牛逼的还是这个陆瑞马 乍一看还以为是素瑞马 我寻使沙皇好好的复国大业不干了 怎么还卖起显卡了 这厂家甚至还做了一个20元少女形象 真是给他懂完了 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 最终我选择了上当 用着最后剩的钱买了一张他家的四接口RX580 这张卡带三个DP 一个HDMI 双风扇双热管 虽然有热管 但是有明显老化痕迹 实际性能方面 他们失败跑分3667 比正常RX580 2048SP 4000左右的分数要低一些 通过GPU-Z可以看到 其默认功耗强仅为120W 过于保守的功耗 也是其低于正常580跑分的主要原因 厂家这样做 估计是想通过降低功耗的方式来提高稳定性 从而降低返修概率 节约质保成本 但是这样搞确实有点不地道 毕竟你也没在商品详情页 说明自己比正常580要弱 小白很容易上来就吃个闷亏 如果愿意折腾的话 在驱动里拉一下功耗 再小抄一下GPU核心 也可以让这张卡达到 普通2048SP580的水平 不过这属于非小白观众的 自行扩展内容 本期节目里的游戏测试 依然会在默认状态下进行 然后是压力测试 成绩为98% 虽然是通过了 但是在如此低的功耗下 98%这个成绩也说不上好 另外再给后面想进场的 载卡厂商提个建议 这名字想吸金 其实不用到处碰瓷 直接用大家生活中 常见的东西就行 比如就叫大爸爸 我敢说市面上 要争出一个叫大爸爸的牌子 B站这些UP组 肯定都抢着买回来测 然后再搞一个20元少女形象 最好和厂牌名有点关联 比如就叫苍蝇娘 黑色的薄膜翅膀 在做成可以附着在腿上 变成黑色的设计 你就听我这么弄 卖得好的话 就给我上个建长意思一下 卖得不好就当我没说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用到的所有配件 供花费1486 基本都是日常价格 会拼拖拖搞劝的话 应该还能再便宜个一两百 如果你追求所有配件全新带质宝 且对游戏性能有一定要求 但是又完全不会折腾的话 这套配置几乎是1500元左右的最优解之一 另外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胆量 我也给出了另外两套修改建议 大家可以自行暂停观看 因为功德像你的风扇也会放不下了 装机时我还随手拿了个游戏焊降风扇 装在了机箱侧板上辅助进风 现在就让我们盖上侧板 开机看看这个1500块的全新电脑 到底能够玩些什么吧 第一个测试的游戏是国产3A大作 抽烟模拟器 本期主机在纪念版娱乐大师中得分37万2 新版分数为79万2 这颗R5 4500在默评下CPUZ单核跑分514 多核4134 整台主机待机功耗仅为39瓦 双考最大功耗也只有220瓦出头 就这个功耗你只要不是在集中营 基本所有大学宿舍都能正常使用 接下来是英雄联盟之狗熊模拟器 2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兑现其160帧 反战时会跌到100帧左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之狗熊模拟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之狗熊模拟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盟之狗熊模拟器 Verse 2,'这样 Zither Harp 录完了我们开始打枪 5位契约1080P高画之下 基本可以做到全程200帧以上 CSGO1080P低画质跑创意工坊帧数测试成绩为313 官皮实际游戏中能跑到200帧左右 绝地求生1080P3超高画质100渲染下 实际游戏中可以跑到100帧左右 原神 启动 在1080P预设高画质下 大晚上在尼尔城里灌溉基本全程60帧 在沙漠里偶尔会掉到50几帧 然后是单机大作 荒野大贝克21080P低画质下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平均增成绩为69 可以凑合玩玩 最后是赛博朋哥2077 1080P预设低画质 FSR开到自动挡 跑游戏自带的基准测试 平均增成绩为55 勉强可以体验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看得开心的话 不妨赏个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